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真是不错 很耐心地给客人介绍酒店附近的饭店 并且还告诉了他很具体的路线 是的 对于头一次来北京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有帮助 那让我们来看看情景对话里出现的词语和表达吧 第一个是 吃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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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表达很有意思 也很常用 吃一口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吃一点东西 让我们主要看一下吃一口这个表达的结构 吃是动作 一是数量 口这个名词是发出吃这个动作的身体部位 在这里被零食借过来做了量词 需要注意的是 它们本身并不是量词 如果不在这个结构里 这些词只是普通的名词 没错 在中文里 这样的结构还是比较常见的 Yoyo Chinese 喊一嗓一嗓子 打一针 等等 而言 脚 针 嗓子 这几个词语 就是为完成动作而使用到的工具或者身体的部位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大佑 我们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中午就随便吃一口吧 送外卖的马上就来了 我现在就去看一眼 嗯 那你快点啊 好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表达 就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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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表达 通常跟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的后面 表示自己不喜欢 不想接受 或者是一件事情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不想再做了 在对话里 客人说 麦当劳就算了 意思就是 他并不想去吃麦当劳 可能他以前经常吃 已经不喜欢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吧 黄春 咱们今天去看电影怎么样啊 看电影就算了 今天天气这么好 还不如去公园走一走 小悠 附近新开了一家汉堡王 要不要去尝一尝啊 汉堡王就算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去吃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表达 风味独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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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用来描述食物的短语 这是由两个词语构成的 一个是风味 一个是独特 我们先来看看风味 风是风格 味是味道 组成到一起 风味多用来指食物 有自己的特别的地方 比如四川风味的小吃 是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独特这个词 独的意思是只有一个 也叫仅有独有 特是指特别 特色 所以独特就是来形容特有的 和别的事情或者别的东西不一样的 那么风味独特的意思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在这里就是说那家饭店的食物很特别 很难在其他的餐厅吃到 我来看看独特的食物很特别